大家好,又是我POL76的小失 今天我們來到灣仔會展 來參與2024年的香港高級市政展 後面就是主舞台,剛剛就完成這個開幕式 我們不如看看這邊 今年的入場人次應該都會挺厲害的 因為在這裏已經看到很多師兄排行隊 而這個隊的後面就有一個房間 以我所知,原來每年師兄們都排隊要排到進去 然後才慢慢走出來 我來到的時候,其實就9時3左右 已經看到這裏已經悶了 接著下去就會走進入入面排隊 今年來說,門票好像是100元 會有一個SACD 我們會在Hoffee和二樓四樓 都會找一些值得跟大家報導的產品 分享一下 現在我們先進去Hoffee 看看第一個BOOF我們去哪裏 我們進來的第一個BOOF 當然是去老友的BOOF G01,一入口第一個 就是看到很大的B&W的標誌 還有看到碧咸的 我們看到今年它都放了很多不同的耳機產品 看到有它的入耳式耳機 也有頭戴式耳機 剛剛說見到老闆 你這次這麼早來的? 對呀,今天早點過來 第一時間進來先 是嗎?我們鏡頭在這裏 小小小,很久沒見了 很久沒見了 第一時間進來就馬上坐在這裏 對呀,先試一下 試一下耳機 試一下耳機 最近都聽到幾隻耳機 還有買了一隻掛耳的耳機 哦,即是科放式那些嗎? 是的,是那類的 但就想比較一下其他品牌的不同 有什麼分別 好,那你慢慢看了,好嗎? 好,那我們再看看其他是什麼耳機 有兩張相片 是嗎?哇,正在拍直播 你好,你好 多謝多謝多謝 記住我們 我們看到現場有B&W的頭戴式耳機 PX8、PX7 在這裏不同價位、不同檔次的 B&W頭戴式耳機都可以試到 你知今年來講,B&W的耳機 非常積極 又找碧銜做全球代言 又有張敬軒的獻功加持 所以在耳機的市場上 他們佔的份額相對今年都會比較大 好了,接著後面 後面也是厲害的 因為為什麼呢? 天龍在出入耳式耳機來講 今年就有一個叫ProPro 其實都不是今年了,去年開始了 有一個叫ProPro ProPro的入耳式耳機 除了是真無線之外 它還有一個AI的功能 可以做回一個EQ的聲音 這個EQ的聲音 其實之前我們都玩過的 而今次還特意做了一間房間 讓大家自己去量度自己的耳朵 三頻的靈敏度 它很有趣的 你帶進去之後 接著在這裡就可以測試到自己高中低三頻的靈敏度 之前如果有看我們討論區 或者看我們頻道都知道 這個就是了 這個位置 它測完之後就會有這個圖出來 你就會知道自己的低音靈敏度 中音靈敏度和高音靈敏度 這個其實非常之好 因為年輕人和我這些年輕人 其實靈敏度都會有少少分別 亦都可以知道自己 其實哪個頻段就比較精神 在調聲上面其實都會比較好的 所以今次這隻耳機 除了是有這個功能之外 也都找了KT Perry 全球做了一個產品的代言 所以今年來講 在這個G01的區域就會有兩大耳機品牌給大家試 今年在這個個人音響就會在G01這裡擺放 但是B&W也都有很多大的喇叭 奇能的喇叭 那麼就會上這個S222 二樓這個發燒房裡面 就會有B&W的喇叭系列 以及其他不同的 譬如馬鈞士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音響或大喇叭 就可以去到房間那邊 現在我們就看看這套H02有什麼看 接著我們就來到H02 後面就是Campage Audio的展區 之前Campage Audio就會在比較後一點 今次就放回前一點 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很多新的產品 首先旗艦的H一定在這套 這一套的西裝 我們Studio都有擺作參考 接著黑膠盤也有 我們也是擺在公司做參考 另外這塊布蓋著是什麼呢 就是今天會發佈的新產品 現在這一刻的中數是蓋著的 一會兒我們就可以率先入榜 聽一下和看看這套東西究竟是什麼 接著下去當然就有EVO EVO就是現在年輕一代 新玩家通常都會入手的一個音響系統 All in one 非常之容易玩 旁邊就當然有我們中階的產品 一個CX系列 有CXA CXN 和CXC 不如我們現在就 不幫我不提的 就是後面還有一些個人音響 剛剛就有P100和M100都推出了 今年Campage Audio 在耳機上面都非常之積極 而且出的產品非常之高質 他們都是用回音響的概定 去做回Cast AB的放大 這個在市場上面 可以說是打起了一個很大的連儀 而且因為英國品牌 他們有很多合作 你會見到這裡 有個Back to the Future 會到未來的 就是因為這部機 其實是和他們有做過合作的 未公開的產品 就會在這間房間裡 今天如果大家來的時候 應該都已經可以進去 但現在呢 我當然是先進去看看 立即看看有些甚麼 先關門 Mac哥 Hello 小室 新產品就在這裡嗎 對 這是我們今次會展 今天第一日發布的新產品 對 就是外面布蓋著那個 對 我們終於有機會見到的真身 這部機的樣子有點像三巴 但又有個漂亮的標本在前面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和大家 其實這部是我們全新推出的 All-in-One System 裡面包括有串流 可以玩到Spotify 可以玩到Title 它亦是一個解碼 它有光纖輸入 有USB輸入 其實甚麼是All-in-One 其實它裡面已經有喇叭 而且它310度都有單元 就是在網面 左、中、右、後面 其實可以開啟的 但現在在開啟就有點困難 剛才我們也看到影片上 有很多喇叭圍著雙身 今年這個就是你們的新產品 就是All-in-One 可以放在客廳 放在電視機下段 而且它可以連接你的電視 因為它有EARC輸入 有HDMI EARC 直接接駁下去 就可以看電影 哇 一個非常好的All-in-One產品 這個就是你們的新產品 現在大概的價錢是多少錢 這個是建議零售價11800 以你們的品牌來說 很值得玩 大家要來 這間房間會開放嗎? 對 這間房間會開放 如果有些朋友想進來 隨時可以進去 即是沒有看幾點開場 即是Anytime 上來都可以 沒錯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記得自己來Campage Audio 的 booth 麻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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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又見到一個版友 是不是版友來的 你是否鋪76會員來的 一定是 每個人都說是 今天第一天 這麼早來到的話 有些甚麼要看 沒有 看看AK 還有那些 看看有沒有那些 Stalking 可以方便些 自己聽過 即是出完街回來 一拆下去 立即有大機 沒錯 不想搞那麼多東西 一拆下去可以立即 都是看個人的音響 多些 沒錯 都是個人的音響 那今天已經走了幾個字 已經走了多久 剛剛 剛剛走了幾個字 一下就立即過來了 是嗎 立即過來了 那就繞個圈 因為都想知道 大家如何看今年的音響戰 大家覺得自己看的東西 有沒有看不看到自己的心碎 都暫時看到 待會再逛一下 還有可以提醒各位 一定要買這個 上網 上網買票 好 上網買票 上網買票 如果不是就排到J 沒錯 沒錯 就是這樣 分聽提示 跟著下去就會走些甚麼 待會去走些 看看那些 都是看個人的東西 沒錯 好啊 那就玩得安心一點 好嗎 記得今晚自己看影片 喜歡自己 好啊 好啊 接下來我們走後一點 就會看到很大的鷹鷹的標誌 這個位置就是鷹鷹的BOOF 鷹鷹大家都知道 非常多個人音響產品 甚至是Wi-Fi的產品 這裏我們上次有做過 非常高性價比的 House of Mali的黑膠盤 這個是另外一個模特兒 好像很帥 但是呢 好東西還有很多東西看 這裏還有很多 看見很多其他 便宜的產品 這個呢 就是可以插耳機 耳機線播的 真是一個CD-Walk 這個就是有喇叭仔的 嘩 這麼有型的 接下來是 這裏呢 全橙色的 玩型格路線 玩型格路線 之前呢 如果大家有見過 街上 突然間會多了很多人 戴這隻耳機 非常之復古的 今天你們會放在這裏做展覽 是 問回現場的朋友 就會知道有什麼優惠 好了 我們走在後一點 謝謝你 好緊張 人們給我訪問很緊張 接下來這裏呢 就會有很多耳機 不同品牌的一些產品 各式各樣 不同價位的 都會放在這裏 那裏 英經最少的 是耳機 和一些 accessory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裏 看看 那些大件一點的東西 我們就會看到有 DAP 亦都有i-Fi Audio 一系列的一些解碼 Supernova 和Nova 都會在這裏 這裏跟我上次試過的有少許分別 因為這裏 相對的價錢 會比較划算 另外還有很多拖板 很多一些 桌子上 座桌的一些 音響產品 角落頭 這裏呢 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角落 這裏就是CAP的角落 CAP 所有無線產品 都會在英經這裏 會放在一個展區 我們會看到有什麼 頭大式耳機 MU7 這裏是特別色 然後有一隻白色 然後就會看到有入耳式耳機 MU3 我現在都有用 Ls50 Wireless 2 和這個LsX 我們現在有獨家優惠 獨家優惠 990就有一個MU3 入耳式耳機 半價 這顏色很漂亮 什麼色 黑色 經典黑色 接下來是LsX 這邊 這是優惠 這是優惠 7690 就不連腳 要腳加上多少錢 加多1490 加多1490 沒錯 1490 腳就沒有優惠了 沒有優惠了 本身的對場優惠很便宜 7600 沒錯 本身是很便宜的 我桌子上也有放這裏 顏色也是綠色 沒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來這裏 但是CAP還有很多產品 包括有Reference 有R系列 好像我們Studio 都放了R的META 所以在哪裏可以看 其實走後一點就可以看到 後一點就有Micros Audio 看到這裏 X19 這個裏面就放了Hegle CAP的Reference CAP的R 我們現在馬上數進去看看 基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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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房間放了甚麼 厲害 厲害 這間房間是我們第一年放Hegle 是 還有 剛剛最新開放的H400 哇 滾熱了 都可以在這裏聽到嗎 在這裏聽到 我們去前台看看 好嗎 去前面看看 Hello 這裏見到它放了很多Hegle 的產品 而前面這裏有隻BRAID 哇 厲害 有隻BRAID 有隻Reference 5META 然後就是Hegle H400 這部合併式抗音機 我上次試試 就入門級 H95 都有放在這裏 不過就沒有放在這裏 沒有放在這裏 因為這麼大的地方 始終都要聽到 一些超級抽的東西 在我身邊 就是Hegle的代表 Anders Hello Anders Can you introduce a new product H400 to our user Of course I'm here in Hong Kong This is the first showing ever of our new H400 integrated amplifier It's the H400 and it brings so much new technology to the market in terms of our new control application There's new feature, new DA converters and much better sound 我們可以在這裏看到 和聽到這部H400的真身 和這個效果 Thank you Anders Thank you Thank you 今年這個Hoffee展區 很特別 地下有一條 中間地下有一條 黃大線 去到這個展區 最後的部屋 裡面這裡 原來還有幾個展區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有甚麼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不夠位的關係 以前後面這個位 通常都會用來擺貨 但是今年這裏原來還有幾個部屋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有GIG Audio 接著之後有一個自然創科 裡面有一些音響 有三間房 和有幾個部屋 所以如果大家走展的時候 記得走完Hall 3 不要以為沒有東西看 去到後面那裏 就會更加多東西看到 今年來說 一個很大的焦點 就是OTG 創凍樂有限公司 其實這個OTG的品牌 都很久了 但是今年正式進駐 這個音響市場 你會看到 旁邊有很多大抽的品牌 Gaudio Lotto Matrix Audio Sennheiser Norman 看到很多 就是Sound Warrior 這些全部都是近年來講 個人音響的品牌 非常之高級和旗艦的品牌 這次放了他們 拿回來的一些新產品 不如進去看看 我們進到這間房間 看到Eddie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可否跟我們輕輕介紹一下 你們今年有什麼新產品 帶給我們香港用家 今年我們是OTG11周年 我們今年就來回音響界 是 我們接下來的幾個品牌 是Lotto 是 那是雷神 很棒 我也試過 這個雷神可以拿出外 你夠膽的話 有很多 看著的東西帶著 拿去試聽 他當是reference 那樣用 他的皮袋 帶著都不覺得 在這裡就可以 收了一個給他 對 可以在現場試聽到 另外呢 另外 這個美國品牌 Batchmark Batchmark 這個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耳機產品和耳礦 DAC Line M 它全部都有 噢 耳機是多少 現在的就是玩 用Line M耳機 Line M耳機 噢 再去試試 Batchmark 是的 可以在這裡試聽到 那這兩部機 是否有些不同的檔次 這個就純是Line M 現在就純是用Line M Line M 再去播放 OK 另外HPA4 就是耳礦 現在各客人在試 Line M耳機 Sennheiser 490 OK 這裡就可以試到 這個Batchmark 接著下去 我的大喇叭也有 中間其實 Masic Sodio 是香港第一次 這部 中間那部 這部是 這部是旗艦 是旗艦 是旗艦 之前只是沒有 出現過 這次是香港第一次出現 解碼加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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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 接著是Power M 我們就用了兩對喇叭來指示 是Mono Board 這部機器是堅抽的 這部機器在現場有示範 兩對喇叭是用來做播放的 對 你們的兩個喇叭是會不同時間播放 一對 A-B Test 進來就看看大家可以聽到B&Up 還是另外一對 另外Matrix Audio也有個人音響 對 這部有Steam 本身已經拍攝了iPhone M 6.3 4.4 現在是用iPhone iPad 對 接著用Matrix Audio的App 來控制 接著可以用耳機聽 亦可以用後面喇叭報復 對 Active喇叭有個好處 總之一解碼 有前級的功能 就可以聽得到 對DESTV的玩法 我現在就是一台機 播放手機 或者直播一對Active喇叭 就已經可以播放了 Matrix Audio今年都非常流行 在香港市場來說 好了 Matrix Audio之後 我們轉鏡頭 一來就是Ground Audio的負責人Liqura 今次會有一些厲害的東西 帶給大家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Raymond 今次Nicola Gaudio的負責人 他會來香港 他帶了一個新品 旗艦型號 叫Tody 今次是首次展會 這是一種高峰的大樓 一種高峰在 Switzerland 一個高峰 從而我們要向來 爭取消費 因為當你 climb高峰 你能夠釋詐 你覽不見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名造的 colleg能 作為做的 因為的觀感 有一個反應 聲音 我們來探 perto 讓人們 而且這裡 這附中 非常特別 因為它是超級限定的,只有150個紙幣 150個紙幣? 對,150個紙幣 對,150個紙幣 客戶會獲得一份紙幣和紙幣的紙幣 他們獲得一份紙幣的數字 例如3個紙幣的150個紙幣 而其他紙幣的紙幣和紙幣的紙幣 這是紙幣的紙幣 紙幣的紙幣 紙幣的紙幣 它是獨特製造造的紙幣 各個紙幣的紙幣 更像至於普通的紙幣 它們首細免的紙幣 而更加紙幣 它們也帶來的紙幣 然後看看紙幣 讓紙幣的紙幣 我們此為充滿紙幣的紙幣 i look and the internal is made with four different drivers we have two dynamic drivers which works in push-push configuration and they cover the wall frequency range so that we have a phase coherency among the wall frequency range and then we have two BA drivers small bi drivers 首先只用低音響 所以用更開放音響音響和響音響 所以在響音響和低音響 非常高的 謝謝 香港現在只有一百五十隻 香港是否能買得到 現在暫時接受預購 其實就快會有貨 大概兩至三個星期內 都可以到貨 有興趣可以到貨小商查詢 所以大家一定要進來這間房間 一定要試這隻耳機 價錢方面呢? 大約一萬二千九百十 一萬多元 一百五十隻,一萬多元 其實我也要買一隻 好,謝謝 謝謝 在OTG的房間走出來 我們就會看到Aroma Audio 香港的耳機品牌 非常之有代表性 之前有推出很多不同的耳機 我自己也有幾隻 但今年來說 除了耳機之外 我就看到這一件很厲害 原武 原武這一件 這一件是移動裝置的DAC 耳礦 這個款式非常之型 金屬感很重 我們身邊有創辦人 菲雲 大家好 菲雲就在這裏 今天這三天你都會在這裏 沒錯 和一些發燒友一起聊聊天 交流一下 看看新產品有什麼意見 沒錯 耳機你做了這麼多年 這一隻新耳礦又這麼小 對你來說 難度高不高? 其實難度都高 因為我們原來在小型解碼 突破高清效果 對 相對是難的 對 還要這麼小 沒錯 我們研發的時間相對長 對 改了很多次 很多次 很多次改版 亦都聽了很多耳機發燒友的意見 對 保持原來可換性 可以換運房 可以換運房 對 拆開它便可以換 對 即是拆開螺絲插座 對 拿開蓋子便可以換運房 哦 我們自己有兩套運房 就已經變化了 對 沒錯 然後可以自己換來玩 對 原本裏面是高清一點 對 另外一套是純粹聽人聲 哦 對 分威感較強 哦 那便可以自己看下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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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戴在手機方面 對 都不會有一條小尾巴 調調柄 對 尤其是Type-C iPhone和Android都用到 對 那一插下去 那件東西又有型 三萬多盒 鐵甲型 對 即是你們的產品 除了聲音好之外 設計都非常正 沒有 因為我們一直在進步 所以各方面我們都會慢慢加強 對 做得更加漂亮 那它就有3.5mm 對 和4.4mm的平衡 那這個 它可以支援到解碼最高多少 其實256bit那些都沒問題 256bit那些都沒問題 DXD那些都可以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 總之現在基本上PCM DXD全部吃光 對 沒錯 那價錢方面多少錢 價錢方面 定價是26800 26800 對 今次一連三日 這個音響展露 可以讓大家試聽到 對 試聽和可以預訂都可以 可以預訂都可以 因為下個星期末 就開始有些 貨 即是下個星期末 就會有機會出貨 但現在你可以聽完之後 心動就可以馬上去 對 沒錯 非常棒 謝謝菲雲 謝謝 這件事我也很有興趣試 但大家可以率先在這裏試完之後 在留言中告訴我們 究竟試完之後的感覺是怎樣 我自己快點借來試試 可以可以沒有問題 好 謝謝菲雲 謝謝 好了很開心 在這個展會中間 我就見到 郭仁和Eric Eric兩位就在這裡 來到街上跟他們聊聊 郭仁大哥 小叔大哥你好 通常很少見的大哥 都是郭仁 謝謝 今次回來做這個音展 今次的感覺有甚麼不同 音響展我們每個都 每年都來的 分別其實都不是很大 反而我覺得 疫情結束之後 現在所有事情都 在這裏來說就正常了 我起初都有點擔心 就是說 會不會有很多人外遊 又或者今年音響展 票價稍微跪了一點 會不會音樂的20元不入場 我第一天看到 去到現在 排隊都打了射 似乎人給多了20元 要買到賺夠200元才離開 賺到差價 不要蝕 那Eric呢 我反而覺得 今年的產品 是有看頭的 有看頭 無論兩聲道好 或者真的 Handfire 耳機等等 都是有些看頭的 還有有些公司 是全球第一次開啟 所以都真的頗有誠意 可能今年都是音響 以及耳機多了 所以這次走下去 給我的感覺有少少不同 就是少了AV的 AV是精靈一點 一兩間兩三間 還有三巴為主 就是投影機也有少少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可能都是音響耳機多了 接下來你們兩位會做些什麼 準備拍攝 準備拍攝 剛剛做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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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接下來三天都會過來嗎 兩天 即是星期日 希望剪片 我們都希望下個禮拜出片 大概都是 那好吧 麻煩你了 謝謝 我們繼續走下去 努力努力 個人的音響和耳機產品 怎麼可以不來這個Soundwave Soundwave就是在X13的BOOF 裡面有很多發燒的產品 現在立即和大家進去 有些什麼發燒的產品 先來看看 喂 Jack仔 Hello 曉生 很開心 又見到你了 又見到你了 我站高一點 看到有很多產品 有些新產品 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今年的BOOF有什麼 看看 今年最注目的話 就一定是這套 負惡 這條線很漂亮 是日本Brice Audio 一個最高建作品 它是一個電子分頻 加耳礦 加潮銀線169 再加一個Hybrid的耳機 對 總值香港的話 就13萬8萬 哇 13萬8萬 真的不看也要摸一下 看到它的設計也特別 有一個耳翼 對 因為它本身 有一個比較新的Driver 一個MEMS的單元 五動鐵 再加雙動圈的設計 對 而這個插頭 都要分開兩個 對 因為它是一個特製插頭 因為它裏面 做了便攜的System 很少見的電子分頻 對 通常這些很高級的 Hi-Fi 才能見到的東西 所以就會用這個模式 直接插進這部耳礦 對 整套電子分頻都在裡面 耳礦部分 其實Total有12個放大模組 所有電源都分了10part 供電給不同的東西 這麼厲害 那一套一定要一起買 一起買 因為它還有一個小小的秘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就是耳機和M 每一隻都是獨立配合 即是說 你有兩部副按 耳機和M 不可以共用 即是一定要一套這樣買 一套這樣用 非常之特別 剛才是說13萬多 就是這套 這套大家無論如何都要來試試 沒錯 第二套當然是Cosal Cosal有件新的東西 是最新的 插電式的一個地盒 虛擬接地 叫做Crystal EOPG Crystal EOPG 即插式大面積地盒 沒錯 因為以往Cosal的產品 之前小室跟大家分享過的EG 一些地插 其實都是針對個別器材的接地 這個反而是針對整套系統 接地的一個器材 所以加上它本身的接地面積 如果真的跟初代的EG 比較的話 它是大成8萬倍 8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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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al的數字永遠都很強化 很誇張 但我看到在這張官方照片上面 它是可以又是手拖手 當然 這個本身也是根據它的可持續性 可擴展性的一個概念 一個理念 所以它就藉由這個電插 即是大的接地面積的一個電插 其實都可以這樣手拖手 一路加上它就令到聲音更加好 沒錯 而且它可以配合以前的作品 一起用 譬如說你擁有地插EP1 地盒E或EG 其實加上它會有一個倍增的效果 嗯 這隻東西看起來很細小 但一秤上手很聚手很重 價錢方面是怎樣的 如果現在的話我們在做8999 8999 9千元有抓 你可以帶它走 但是送多個拖板給你 送多個Crystal 3.1 是的 3.1我都說得很厲害 是一個美式的拖板 三個插的 有20套 所以如果大家想玩Cosal的地盒 玩得發燒一點的話 這個記得過來看看 好了 第三套一定要來試的是什麼東西 當然是第一次和大家見面的Lake People 品牌 還有一個Volomio 意大利牌子 Volomio 這麼帥 可以介紹一下怎樣玩法嗎 應該這樣說 Lake People 本身是一個很出名的德國牌子 做開錄音室的品牌 這次為大家帶來的就是一個Head M的產品 然後Volomio 大家如果玩一些 Streaming 尤其是 Raspberry Pi 的話 其實對這個名字都相當認識 因為它們是做開一些OS 音響的軟件為先 然後這一個就是它一個 Touch 螢幕 Network Transport 解碼 異礦和前級一體式的東西 放在裡面 這麼浪費 這麼小件 它現在是一個8吋螢幕 我正在穿給大家看 那就可以裡面操控選歌之類的東西 沒錯 那它裡面是用什麼OS去做的嗎 就是自己最出名的Volomio OS Volomio OS 那裡面是可以吃到Apple Music Tidal那些嗎 裡面呢 它就暫時支援Tidal Qbox 其實它之後將來都會支援其他的東西 然後它最特別的地方 其實它都可以做到一些 你平時音響電都可以做到的東西 包括是 Filing 而且是 RIP DIP RIP DIP都可以做到 即是鑑了一個CD本下去 沒錯 接著它就有一個RIP DIP的程序 就可以幫你做一個RIP DIP功能 那它算不算是一個伺服器呢 它也可以做到 它有一個Internal Storage 但是如果你說不夠用 你想鑑一個SSD或者HDD 其實都可以 哦 好像很多玩法 很多玩法 而且是意大利做 所以就絕對抵玩 那最緊要先說一下價錢 哦 那現在它這個 是一個Touch Mode 老頂來的 是老頂來的 一萬三千八 一萬三千八 老頂也一萬三千八 是的 因為它其他的Model 都是意大利做 都是六千多元起飆 哦 那其實都是一個 可以入手 和容易入口的一個產品 沒錯 如果大家有興趣 來時剛才開了一個畫面 如果大家來到這個Soundwave X13 就進來試試吧 是 現在在鑑的耳機就是鑑哪一隻 這隻 Mercay Audio 一個限量版的東西 如果大家自己有耳機都可以來插 當然 好 今天麻煩一下Jack 大家記得自己過來這個Soundwave Audio 看看適合你 或者想試一些新的東西 也記得進來看看 麻煩一下Jack 謝謝 接著來到C08 阿穎Audio 這個大鳥哥就在我身邊 看到你們今年非常之多 美品牌的優惠給大家 是的 有的 即是回饋那些發燒有的 可不可以輕輕介紹一下 這裡 買我們Boo Sound Note 加我們現在很緊張的Down Audio Pro 就送這個極靚仔的Tributeris 綠系電源線 立即靚醒了 旁邊這個 也有少許雷同 不過就連同我們剛剛也很緊張 Wanda 就有一個新的Golden Sound Edition 其實你買Golden Sound Edition也好 普通Vision也好 我們都會送兩條電線給你 再送這個底座 又可以插馬巴 又可以插底座 其實下面也有的 整套東西就放了 在下面 這套東西當然不是說全部 是其中一部 是的 但其實解碼加個喇叭就出聲 就像你的桌面一樣 沒錯 沒有錯 先充電 今天很開心 這邊是一個High-End的Level Switch 裏面還用了OCXO的時鐘和線路設計 都是非常好的 今天這裏有一個我們叫Train-in優惠 再減價 今天如果你說懂得消失 可以不Train-in 我們都會減價給你 那當然記住 大家輕輕大個搭 這邊很厲害 就是地球上響應最平直的喇叭 是 今天我們送了One Server給你 這個One Server是法國的 都脾氣的 很重手 變成兩個喇叭 這個東西收起來 其實你已經玩得 好像一個無線喇叭 不過是極極極High-end的無線喇叭 一個超High-end的無線喇叭 超High-end的無線喇叭 但是這個現場就看不到 這個沒有 這個太大件 拿不到過來 這裏有兩顆 是專門用來吸收醋聲的 你看到 在日本 是不停地瘋狂拿獎 金獎 拿到盡 你想買最好的 就買它 不用想其他東西 OK 旁邊這裏 這個厲害了 這個 Karis的線 Tributivus的線 還有我們的靚聲貓 不要管那麼多 你隨便選四樣東西 再送多一件東西給你 總之你選擇 最後跟陳小姐接合 會有這個禮物送 陳小姐在那邊 這隻靚聲貓是怎樣用法的 其實有很多型號 是 不停地說一下怎樣用法 有很多型號 有些是只擺放在這裏 擺放在這裏就靚聲了 對 它是有一個 原學風水的東西 挺原學的 不過挺好聲 其實我想說 原學風水的東西 是真的有時候有料到的 但是你要耳朵收貨 要試 要放對位 這隻貓也挺漂亮 而且它 本身有鋼的電磁波 幫你鋪斷 它再有一些型號 是可以鋪在電線上 其實有很多款式 可以穿上機子 是很多款式 就是有很多款式 要实试后知道有效果 你就会觉得没那么风水 否则只是说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风水 但这样说 其实它的造工也很漂亮 是 貓也很欢迎 放在这里也很上心愈目 是 真是风水的 也是好的 如果大家想看 刚才所说的产品 就记得来这里 看看有什么笔物 另外我想说一点 我们下个星期 请到三大高人来 雅泳音响做一个音响的示范 可以做一个访问 大家可以跟他们见面 是 Viren Audio的主理人 是 接着是 Trabittaris 和Keras 三个品牌主理人 都会来到香港 接着我们的活动 就是三个主理人 都会在这里 和大家 兜口兜面见面 这件事真是 多谢了哥拉入 多谢 我们有机会可以 跟他们聊天之外 亦可以试试他们的产品 是 逐件逐件换 试试音效 对 未试之前 我们就过来买东西 是的 但是我想有东西補充 刚刚我们公司的Facebook 币 拿了一万个赞 一万个赞 的关系 我们一个小小的庆祝 和大家开心一下 又夹着影音展 你只要买满一万元 我们送这个Tributerius 的顶班XDMI 给你 都可以 都是一千元 如果你两万 我们又送Harmond Carton 一个很漂亮的 无线喇叭 给你 都支援各样 AIPA 南麻各样 如果你买到三万元 我们再送一个大一点 是 都是四千元 都是无线喇叭 然后四万就有 一个发烧三百 一个近一万元的三巴 然后五万元又有 五万元我送一个 我们下星期活动的Carrus 大电流电源 六尺 AQUA的 都一万多元 都是支实价 是 接着六万元 我就送顶班的Crimson 给你了 是两个东西 总之你买什么 我们都会送的 在这里 买任何东西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赈品 礼品 或者是一些竞抽的优惠 给大家 记得入我们会员 是 还有即分隔 对 随时在你网店买东西 对 送买 好 谢谢廖哥 多谢 我们记得来这个展区 看看有什么想法適合自己 谢谢 今天很开心 我们看到逛街有很多师兄 Hello 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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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一天就这么早来 是否有Target 还是怎样 打算找一些喇叭线 或者看看有什么 资料 有些accessory 升级 对 看到你站在瓦泳的门口 也看了一会儿 有什么心水 平常都有跟他们买东西 我现在在看电源柱 看一看 最大的那一块 大那一块 很厉害 我只是用小那一块和中那一块 是的 今天有很多优惠 除了走到这里之外 还打算看什么 没有 后面看CD 都是看CD 是的 这么晚才看CD 会不会被人买鬼了 不知道 没走过去 好 好 多谢你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赞订阅 谢谢 这一只JBL的喇叭 这些party喇叭 其实在东南亚地方已经流行了很久 但香港近年来说 非常多人买 因为它除了可以做户外喇叭 又可以做basking之外 还可以有无线的咪咪 我们也做过两次评测 另外 这里也有一个区 放了JBL的Soundbar 一些入门级的Soundbar 我也是第一次见的 Cinema SB510 价钱非常适合 1200元 现在这里有会场优惠 1169 另外下面有个550 550 就是3.1的Soundbar 其实价钱差不多 1619 其实不需要2000元 就可以玩到JBL的Soundbar 另外也有JBL的一些很经典的喇叭 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下评测 也有很经典的 除了JBL的品牌之外 Sox 也在现在来说 一些年轻子女 非常多人留意的产品 例如这些开放式耳机 之后 会有OpenFit 和OpenFit Air 我们刚刚做了OpenFit Air的评测 基本上 它现在价钱很划 一个优惠价 809元 在会场上会发生到 如果你想在开放式耳机 都玩得高耳朵 就有OpenFit OpenFit在这里 都会有一个优惠价 在这个场上 也有很多女孩 美女在试耳机 其实她们也是浪费了 这些入耳式的耳机 所以想转头开放式 或者是骨传道耳机 除了JBL和Sox 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我看到有Sony DAP 也有很多不同的耳机 Tekniks 也有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记得来 Let's Go 这里 自己再看看 再来 Let's Go 呢 另外一条行的位置 即是背借的位置 原来还有一个OXS的专区 一个Soundbar的专区 OXS 之前我们也有做过评测 它的Soundbar 是非常之高性价比 而且有Dubi Atmos 的音效 就像这一条 这一条的S5 一个Dubi Atmos 3.2.1 另外也有Thunder Lite 这些都会是它们的近来 一个性价比非常之高的Soundbar 系统 这里就已经放了整套的系统 就方便大家可以坐在梳化上 去感受一下 OXS的Soundbar 给大家的效果 另外后面这里就正了 这里就放了一个OXS的Thunder Pro Plus 的一套系统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头枕后置 上次我都在Facebook上出了 这条Soundbar 其实我已经在我的Studio 的位置做了一个评测 在个人的音效来说 它可以将这条Soundbar 玩到Dubi Atmos 这么小的Soundbar 再加上后置头枕 玩到7.1.2 channel的Dubi Atmos 的音效 如果你家里都是这样的阵 其实基本上就非常之好玩 我的评测就未出了 但是大家可以在音展这几天 就下来这个设计 试一试在这里打飞机的感觉 究竟又如何 接下来一定会要看的 就是DMA这个BOOF C03 非常之大 亦都非常之多正的品牌 首先 这里我们会看到 House of Marley 我们上次做的黑胶盘 Steady Up的Lux 亦都有会场优惠 有些东西送回的 黑胶盘的盖子 还有一个防震电 黑胶套十个 每场优惠才有的 这个盖子 我们上次做评测的时候 都有出到的 有盖子 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尘 另外一系列的蓝牙喇叭 另外就是KIA KIA 都会是我们的 做开评测的品牌 这个KIA 就是Art3 我们上次的评测 人数其实都显示到 这只耳机是非常之多人留意 因为有DUBE AMOUS的音咬 我们来看看剧下 有时都会用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里有很大的乐图的BOOFER 装修得非常之靓 看看有什么看 喂 英仔 先聊两句 这里有什么看 我这里有乐图几款的DAP 另外有巨旗舰级的铝神 可以马上试 这个是非卖品 对 这个是只能够试的 只能够试的 只能够试的 如果真的要买 就要过后面 买东西都可以卖的 不过这里卖的 只能够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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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款不同价位的DAP 都在这里 没错 如果大家想试试乐图的DAP 这个位置很棒 现在暂时来说 都有机器可以让大家试试 晚点就不知道 之后雷神 雷神 必定是周围都有的 今早有很多人试了 都有 试完之后 大家都是用自己耳机 还是用你的耳机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 你自己试过吗 有 我有听过 那你买了没有 还没有 哈哈 这个样子很尴尬 因为买这部相机 都不是这么人品的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转过来这边 看看 这里有 刚才有 Gaudio Hello 我们也有试过的一些耳机 这里就是这一只 刚才说的那只限量150只耳机 帥哥 试过吗 试过了 试过了 我看到你摆得很漂亮 对对对 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个新感受 我觉得它的低音氛围是挺好的 是 低音氛围是挺好的 就是它做一些背景音乐 那一下挺好的 但是人声就可以再多一点 会更加 就是再硬一点就会更加 对对对 你用开什么DAP 3000金 哦 哇 真的很离谱 这个很合理 这个可能煲顺了好一点 会考虑入手 150只耳机 我听你的意见 我有少少想入手 但是我未听过 如果中阶的话是可以的 是 即是你玩开高阶的了 所以你先考虑一下 对 好 谢谢 谢谢 很开心 立刻可以问到一些网友的想法 接着就有Sennheiser 有Bio Dynamic 还会有什么 刚才说的 Batchmark 的DAC 都会在这里试到 所以 除了是 入面 OTG 间房之外 其实外面 都可以试到 很多 刚才所说过的一些品牌 现在这个有鬼秘的 因为 你如果是 就买回去试 其实都挺难 试 最好有一个地方 可以逐一逐一逐一试 因为分别很微妙 所以 这里可以给你试一下 另外还有很多的耳机 另外DMA这个 booth 都有几个品牌 是一个技焦点 Tom 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品牌 CAMPER本身是一个 来自荷兰牌子的耳机 它已经推出了 很多不同的型号 最初出了CP-622b 是受到很多人欢迎 因为它的声音 相对上人声会比较饱满 计到622b之后 它最新推出了CP-74E 采用了7栋铁 和4个静电单元 声音相对比622b 会更加活泼活跃 但价钱便宜一点 对 价钱便宜一点 但是造就了两个 声音取向会有不同 其实是给它不同喜好的客户 口味 口味 是的 这些很个人的 如果MASCE 它用5栋铁4静电 声音又有少少不同 它会比较轻型 通爽一点 如果有些客户 喜欢听的声音是比较扩散 比较通透一点的声音 它就会适合一点 另外Hi-Fi-Man 这里也有些新的产品 看到这位师兄戴着一只耳机 好像是新的 TOM 其实Hi-Fi-Man 很多年前已经推出了SASVANA的耳机 出了这么多年来 都是很受这个发烧友的欢迎 它推出了最新一代 SASVANA UNWARE 是的 这次的设计特别在 它会形容自己是一个真正开放的耳机 因为它连单元是直接露出来的 是的 单元露出来 对了 杜绝了一些外来 例如一些可能左隔 一些珠波的反射 另外在导体物料上 它由之前上一代是用金的 今次就变成银 令到导电性更加好 令到密度空气感更加丰富 好 接着这几部机会用什么来推动 这几部机会介绍 对了 我们会场用了一套DCS Lina的套装 去推动耳机 哦 希望发挥得更加好 明白明白 接着这个品牌 我也经常见这个外观 在Facebook看到很多广告 可否介绍这部 可以 这是Austrian Audio的Full Scorch 1耳控 其实它早前已经推出了Composer的耳机 这次推出耳控 是 将耳机发挥得更加好 哦 是用全分纳的设计 全分纳 是了 令到力量 控制力也会保持得更加好 是 那它除了耳控功能之外 它是不是有 有没有其他功能 它是耳控的 纯耳控 纯耳控 这个就是用平衡 平衡 接着用4片SR output 在耳桶上 那Austrian Audio 今年是第一次 是不是第一次出耳控 是呀 因为它之前出耳机多的嘛 对呀 这次来说呢 出耳控就可以整套西藏这么玩了 所以如果是Austrian Audio的粉丝 记得来试一下 那刚刚呢 就经过这个Let's Go 在这个Booft上 就等着看Shop 原来有些美女都有兴趣的 你好啊 你好 我是香港的Media 叫Post46的小思 你是什么名字 叫Judy Judy 我的国语非常的好啊 大家留意一下 特意来 我说广东话 你懂得听吗 稍微听懂一些 听懂一些 都非常的好啊 今天有什么想过来看的 主要还是看耳机啊 音响这些 哦 那现在再来看这个Shop's的耳机 是有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鼓传导的耳机 没想到就是这个音效啊 包括带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觉得之前那种蓝牙式耳机 就是插到耳道里面 好像对我的耳膜就是那种 现在听声音感觉就没有那么敏感了 所以我想尝试一下这个 还蛮新的 就是入意识呢 都是累的 比较容易累了 对 那跟着之后 所以现在骨泉到试下了 是的 那现在看到的东西 就有试过这个效果了没有 是啊 试过啊 可以吗 非常好 我刚才你想问我打架 但是我不是在这里的 所以我不能够给你打架 OK 我可以叫他们给你打架 好啊 好吗 OK 好了 那么谢谢你啊 好谢谢 在这里除了看这个东西之外 下面还有其他的音响的东西 都要去看啊 对 正在逛 OKOK 来香港多少天 我今天刚来 我就在深圳很近 很近 分享的方便 对 除了香港之外 有没有去其他地方 看的这个AP Show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对 去其他地方看看嘛 OK啊 才知道香港那是非常热闹 嗯 好吧 好 OK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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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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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好了 Hall 3 前台有个大BOOF 这个大BOOF 就是HK68 鱼有几个KF 今年我看到在Facebook上 有些帖子 是非常多人留意的 是的 我看到这里也有买的 有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比较特别一点 有些人已经在看了 是的 有些师兄在看了 这部Telix的M7BOY系列 这部是林保坚尼版本 林保坚尼版本有什么特别 它有三颗色的 最重要 它会跟着一只黑胶 是林保坚尼六架车的引擎车 是的 所以我们特地设计 加上这块 这些的帖子 这个帖子下面的特别 放了意大利的持浮板 持浮板 大家看看 真的完全圆浮 它是凌空了 看到吗 是完全没有一点 完全没有一点 是中间有个中軸在 要管住它 不要让它飞走 不要让它飞走 这个就是很多人看的 是的 是 以为这个帖子会弹弹一下 是否都是 Sming Head Sale 这个Sming Head Sale 是韩国的 可以修正保详国的Head Sale 一边唱 一边修正 Trekking Error 拉力 保详国的5x 拉力 令你内圈和外圈走得很顺 平均一点 对 有些人经常说 拉圈的拆声是因为唱头硬 和它斗蚌的力量大 所以可以改善到拉圈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这个是MP500 这个是我们代理的MP500 是 特别是隆重其事 其实这部机器是客人要了 他就做了一个盘 这个是他自己做的 这支餐饭吗 是他自己做的 是他自己做的 做了 做了 借给我们摆 哇 很特别 我师兄也挺有心的 挺有心的 很多谢 另外这边的喇叭 好像是新东西 这是ADAM喇叭 是有缘喇叭 里面有MMMC唱放 哇 这么有趣 MC也有 MMMC也有 对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 对 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 对 本身可以用Apps控制 手机Apps控制 外置的线性供电 是 一套 一套 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原价是7,800元 7,800元 7,800元 但是有所有东西 All in one 其实都值得 对 就算你不玩黑胶 用南华 玩开数码 南华飞游 南华飞游 很方便 这个原浮版 多少钱 原浮版是15,000元 15,000元 如果不是一定要这个黑胶 我什么黑胶 都可以 放AIM 膽机 会震动的CD机 够重就可以了 成到50kg 成到50kg 有没有最低要放多少kg 最好我觉得过20kg 会比较完美 放AIM 可以的 好像很厉害 可能看片会更厉害 可能看片会更加干净 然后这边 看到有林家軒 是 这个比较年轻的组合 一套套装 可能是三千多元 近日也很热 是 House of Marley 这个牌子 旁边的All in one 是 这个真的是 一个All in one 有些生活品味的感觉 如果真的想体验一下 又不想空间佔那么多 就一套 有喇叭 有咇叭 有收音机 可以拼起喇叭厅 即是 直接拼下喇叭 上次来过设计 也有驭试 所以如果有看过 我们的评测文章也知道 没错 不错 我知道这三天 真的有一些套装 優惠給入門玩家 有一套真是值得玩 過來這邊 這一套真是等同蝕本出 蝕本教 Adam喇叭 剛才那一對 連同Tierre 4D 唱盤 加上高度鋒 MC 唱頭 連同原裝 MN 唱頭 接著和紙一張 針綁 整套下去 9980元 就是黑膠身手套裝 沒錯 限量不到 只能做到 會否已經沒有了 差不多 差不多 現在12點 還有少量 大家來的時候 搭一搭一搭 原價可以上網 什麼價錢 高度鋒 唱頭三千多元 這個盤五千多元 這個喇叭七千八元 和紙四百元 針綁八五元 加起來是很誇張的價格 現在9980元做到 還有 還有 買這套 連同車仔送 有車仔送 連同車仔送 被人拉走 方便可以拿回去 這麼划算 這個黑膠身手套裝 大家記得一定要來HK68 謝謝你 謝謝 另外忘記說 Degreta 在HK68 部份上 就有個免費 洗黑膠服務 大家 只要帶你自己 黑膠來 就可以用Degreta Mk2 和大家做清洗 之餘 還送內袋給你 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 你夠不夠薑 不用錢 所以如果你夠膽 帶一隻碟來 它就會送 一個膠袋給你 零元也不用 當然 如果你在這裡買東西 就更加開心 但如果不是也不要緊 因為HK68 他們是非常照顧黑膠的朋友 所以有了這個貨物 給大家在影音箭上 就可以開心買 開心玩 好開心 今天有機會見到 Dang伯 你好 來到這個聲望音響的Bullblade 就見到他了 這裡除了很多高級的東西之外 對於一些個人音響的朋友 都非常照顧 好像iFi Audio 德行大哥 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有什麼iFi Audio 好 今年見到聲望的電 我們過去看看 顏色鬼做得很漂亮 是 他擺了很多iFi 有VIO IDSD Sanmon Signature Sancan Sanstreaming Heap Deck 還有一些新的產品 Sanfone NewStream Sanblue Sanfone好像是新的 新的 沒錯 我知道小色哥 近來都試了某些產品 讚不絕口 真的厲害 厲害 還有一些我們所謂的 他們叫做Pro的項目 但是Pro又會這麼搞笑 有隻墨魚 對 墨魚我聽Patrick說 就是聲望的代表說 這個是吉祥物 有時會送給客人 其實在旁邊又見到 Sanpower器裡面的Crosser 嘗試過Crosser 對 其實我以前 我們Music Union都試過 這條 小色哥也試過 我有看你的影片 我試完之後我沒有玩 我據說挺有 哈哈哈哈 說了我心的那句 當然 還有 有些裝備都在 最主要 那個iPower Station 很多時候 我們玩HiFi的人 玩到最後當然是玩電 玩電 但是 可能 當然有些電柱的東西 可以去到很貴 亦都可能很便宜 但是效果 就真是因牌子而異 沒錯 其實這個 我自己便宜的 在家裡都有用過 都有用過的 那真是OK的 其實很划算 有個我們俗稱的手榴彈 是呀 他都加了在那裡 其實這個手榴彈 只買都要幾個稅 八塊幾 其實很划算 這個還要有英式 是呀 它有英式 有美式 英美都有 到時你想需要的 就去找代理 或者各大經銷商去看看 沒錯 那今天好像在這個展區上面 買iFi Audio的產品 都有些優惠 是呀 可以看看這邊 看看有甚麼優惠 你借咪給Patrick哥 是呀 Patrick哥 是呀 你好 大家好 看到你很繁忙 在做生意 有很多師兄在問 iFi Audio的產品 今天在這裡買 有甚麼優惠 每場正價貨 如果iFi那些 就有九折 有九折 然後再買多一點 另外有八折 還有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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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除了之外呢 有些指定型號 任何產品 加三九九 就可以換到以下的產品 哦 指定的iFi Audio的產品 對 可以加一點錢 可以換到一部 對 Air Phone 對 黑膠唱放 純的USB解碼 純耳礦 原價是799 哦 非常之好 今天你都會在這裡 會呀 這三個都在這裡 會呀 多多之前 只有Patrick哥 有很多音響驚 有興趣 過去聊聊聊 謝謝Patrick 多謝 多謝 Hello 你好 是不是76會員 是啊 不是都說是 來了這裡多久 剛剛來 剛剛來嗎 我見到你很多朋友 我們每年都來 每年都來 這麼多人可以請家一起來嗎 是啊 很厲害 今年走了一陣 有什麼感覺 今年的電視 頭射又大了 哦 頭射 我相信沒有電視 頭射 頭射大了 其他還沒看 現在還在探索 探索 現在剛剛走咖啡 一會就上房 看其他大音響 你本來打算來 是Target玩什麼 看什麼 都是看音響 看音響那些 自己在玩2Channel 沒有 應該是在玩AV 玩AV 有沒有覺得 今年AV沒有AV 現在還沒看完 剛剛才進來 對 又沒有日本AV 又沒有歐美AV 真慘 好 看完之後 今晚在影片裡 看自己好嗎 好 記得留言告訴我 好 多謝你們的朋友 每個人都不上鏡 現在每個人都上鏡了 好嗎 全部都給我了 全部都要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嗎 給點反應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都看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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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剛剛見到兩個網友 有看我們的影片 今天來了剪多久 已經 過多小時 過多小時 往年來都不用爬那麼久 是嗎 你是往年同一時間來嗎 是 哦 那我在網上買票 我想要 不過你們三巴就行 是嗎 又三巴就行 現在很小 是嗎 那就適合了 今天看了這裏 有沒有覺得什麼感覺 先說一下 剛剛走過來 剛剛走過來 那先走一下 後面也有很多東西看 那就玩一天了 好嗎 今晚玩一天 好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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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時有空 就算不買東西都會來三天 嘩 這麼開心 朋友多嘛 雖然我和你沒有監營到四 但是都會 來得嘴兩嘴 對 有些更加認識得久 更加 更加有時間去談 有些朋友就不是他年來 來五小時來客氣 幾年來就撞回 這樣辦法就是你瘋我們年紀 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來貪朋友 沒錯 好啊 多謝你 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走這個K17 在這個Hall-V的最後一行的 彭博電子 那彭博電子是什麼呢 所有現在在我們討論區 Hi-Fi那邊 非常之多人說的Eversolo 就是在這個 booth 那裏 Eversolo 就放了這個DMP A6 和這個A8 一齊出來放在那裏 另外下面還有一些電源處理 之類的 接著呢 旁邊就駁了一對丹麥的Riho 就用來做一個示範 雖然這個展沒有房間 沒有場 但是都可以讓你聽到 Eversolo 這個解碼的音色 非常重要的 這個 booth 就還有其他不同的產品 可以看到 機架 或者其他的 一些仙材之類的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 就對於這個Eversolo 的品牌 就有些興趣 或者想知道那個實況是怎樣的話 就記得來K17 這個彭博電子 今年在Vio的展區 看到Shirley 是嗎 是的 我叫Shirley 非常美女 你戴著耳機 就可以給別人拍照 這隻Vio的 應該是平板耳機 如果我沒有猜錯 今年是第一次來 音響子製造的 這個模特兒嗎 是的 今年第一年參加 是嗎 開心 原來都很多東西看 很多東西看 那你自己有沒有 有玩開音響 或者耳機的東西 都會聽一下歌 都會聽一下歌 不過都是用一些 可能AirPods 通常那些人 都會用這個模式 我不會的 我都是 聽一下歌 用AirPods 是入耳式那隻 還是這樣戴上去 就會聽到增加聲那隻 就這樣戴上去 入耳式那些 我也有聽過 也有聽的 又不是很識分 所以我今次過來做事 又順便可以 聽一下 認音知識 挺好的 但是你還沒有正式 走過整個音響展 沒有 有機會做完 做完之後 就可以走一下 嘗試一下這些音響的東西 因為今年也有很多耳機 其實對於 好像你們剛剛開始 想有頭身 不是頭身 就是進入這個獨海 是非常之好的 這裏有何時會見到你 一直都會見到你 你的時間是怎樣 直到11號 三天你都在這裏 今天和明天就12點至6點 我會在這裏 嘩 最後那天就12點至3點 嘩 都很長 如果大家想找到Shirley Shirley Shirley Lau的風采 就記得來這個3O1 找她 剛剛碰到一個板 年年都好像見到你 是啊 幫人花錢 又是嗎 我記得她是幫人花錢 不是 今次我洗了這個 買這隻 是啊 這個是耳機 是耳機 對 挺好的 試了挺好的 是吧 除了買耳機 這個動作已經洗完錢之外 接著下去走些什麼 還有今天你覺得整體來說 剪有什麼分別 很多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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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不適合你 買了一隻 今次不是幫人 聽你的口氣 是有點容易 但是碟就不然沒什麼 碟沒什麼新的 沒什麼新的 沒什麼適合 沒什麼適合 哦 就是全部都開發了 開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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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買了開發了 開發了 開發了 再開發了四五次 不再買了 不再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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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了看耳機之外 有沒有一些HIFI AV東西適合你 AV東西那個 剛才那個頭影 頭影機 最前面那行那個 最前面那行那個 對 幾好 沒有很多東西都 都 AV東西那些 全部都散發 對 我們想看那些 還有那些大M 大M 你介紹那些 電視那些 唉 給你說出我的心事 你介紹那些都沒有 你介紹那些 不要緊要 這裡是音響展 OK 好 謝謝你 謝謝 你下年又再見 記得在影片裡 Like我 謝謝 謝謝 好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 S222 B&W的發燒房 看到 前面就在打碟 因為中間剛剛播完 剛才看到幾下 拉延聲 非常之厲害 現在就用這個 801D4 所以你會看到 現場是非常之多的發燒油 在那裡 注足觀看 其實這個Proof 理論上 我所知 三天的展期 其實一直都很長 而我所知 Leo師傅 亦都會在這裡 和大家做分享 現在他們繼續聽歌 我們就不要吵他 那我們今天 又來到這個 S221 進運發燒房 我身邊當然是 大家認識了東哥 謝謝大家 今次我看到很多人在聽 發忙之中 請你來和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有什麼看 對著你們的粉絲 我一定會看到 什麼都不做 馬上介紹 在後面 旗艦的Lussmann C10前級 M10後級 然後有最新款 如果大家看到 有個07字在尾 都是今次最新款的 有些是 有些是由日本拿過來 特意馬上拿過來 做這個展示 對 配一對YG Acoustic Vantage喇叭 這款 YG Acoustic Vantage 大家看到後面有六隻 超低音 Rail 對 它是放著 Rail 大家不要想著 加上超低音 就一定很厲害 不是很聲音 是一個2 channel的超低音 沒錯 但我加了六隻 現在是有看過多隻 現在是2.6 2.6 2 channel的組合 2.6 接著可以看看這邊 好 好 這個 都是YG 這個叫XX3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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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亞洲只有這一隊 是不是女 全女 連單元也是女 連單元也是女 對 超帥 全亞洲只有這一隊 全亞洲只有這一隊 都被你拿過來 其實這隊已經賣了 賣了 賣了 賣了但可以借來用 先借來用 非常好 接著它的配搭 就是來自意大利 Ordea-Fi 是 Ordea-Fi Ordea-Fi 一隊旗艦的後級 Solmanto 8 嘩 這餐飲料又是女 又是女 當然可以去賣給旁邊 好 好 這邊更女 就是System B 然後更女 這個更女 然後看看這個 全世界只有八對 我們是其中一對 這對叫YG Sonja XV Signature 是 Songja 你看看 這個樣子的顏色 又不是黑又不是銀 這隻叫Gun Metal Gun Metal 對 應該是Gun Metal 哇 你看還有假造CMS 是 唱盤是來自Kornos的老耳 但其實價錢和功能 和老大Discovery差不多 是 你看到它 兩個盤不同轉 為了抵消震動 然後… 做唱盤反相 沒錯 不聰明 然後也有Kornos的Folm 這個是旗艦 但是它剛才的防震好像很厲害 對 它用吊像根 哦 還有新的前級 727 另外有新的Folm M7 757 哦 大家其實在地上看到 四部 五系的後級 哦 我們用了螢幕老推 螢幕老推 但要四隻 大家看到沒有燈 對 因為原本有一部 這個最新款的717 是來不及香港的 剛巧開演出前一刻 是 它更厲害到這一部機 可以頂到這四部的功力 嘩 這麼厲害 當然價錢也差不多四部 但是一部省下位 對 省下很多位 省下很多線 但是它一部 已經可以做完四部 Monoboard機下下改 對 它有多少個輸出 一個輸出 它是立體聲 但是它可以頂到那四部 除了力水可以有它 對 好 這邊說完了 有套親民一點 這是Revival Audio 座地喇叭 Atlantic 4 是 你看看一對喇叭 已經可以感到的音量 現在正在試 而且它是很親民的價錢 比較親民 比剛才那些親民 比剛才那些親民 剛才那些幾百萬 但是它都可以應付到 現在這麼多人 這麼大的場地 對 還有我用了一部合併機 對 一部合併機 對 就是現在那裡 Audio Evival Audio 10 還有一個很便宜的CD機 大家有時間記得來聽聽 記得來聽聽東哥在這裏 現場演繹 你們三天都會和大家做秀 那這裏幾部機 是否時間會輪著 是會輪著的 每半小時一場 哦 大家記得來這個 221 進穩 進穩的發燒房 好 多謝大家 我們去到德哥這一個發燒房 德哥每年都是這間房 今年就見到有很多觀眾 觀眾給點掌聲 德哥先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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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哥可不可以和我們的觀眾 和現場的觀眾介紹一下 你今天有些甚麼 和大家分享 好 今天很多很多新東西 其實我們擺了這麼多年 有很多時候 真的要等兩三年 或者長一點的時間 才有新東西 但是這次真的很榮幸 和很幸運 第一個新產品 新產品 就是Rod Pod的Links 是 這個是一對最新的喇叭 就是10吋低音三路 但是那個箱 就是全金屬鑄出來的 哦 我之前也有在你的Facebook 其實你也有分享過 它裡面的內架 是的 非常之厲害 它鑄了箱出來之後 就在裡面再做Damping 所以那個箱 你聽到那些聲音 是完全沒有雙聲 沒有鞋震 你真真正正聽到的單元 出來的聲音 是怎樣的 還有剛才我們炸那麼大聲 真的放一個咪 都特意放一個咪 完全沒有感覺 這個箱 現在這個喇叭的箱 是305磅重 就是這麼小的喇叭 300多磅 是 一隻 一對就600多 是的 至於抗音機方面 當然我們每一年都是 VTL 美國的VTL膽機來支持我們 是 VTL的7.5 最新的這一部 就是全世界今次第一次開聲的 是 叫做Reference 450的後級 它就是單聲度後級 每一邊用8-6550或者KT88的膽 現在都出到非常足夠力 都出到200多磅 很厲害 看你用什麼膽 另外 至於Steel Point也有很多新東西 譬如有這個最新的Steel Point Cable Cradle 是 那些電線下去之後 你聽到整套機馬上都變得好 是 看到你的電線全部都不碰地 是的 離地 做人要離地 離地 離地 是 大致上都是這樣 這次你會和大家分享 玩Final和黑膠 是的 我們會玩HIRES file 還有一些是我自己錄音的Master 是的 剛剛我聽到 在外面聽到 印尼 原來是德哥搞的 這個Final很棒 是Final還是碟 我剛才有Final 還有Final 大家自己記得來聽 好 謝謝德哥 Samsung原來在今年的影音戰 都有新機 在這個S421的發燒房 有一部Samsung的Premiere 9 一個4K超短焦雷射投影機 今次有三色的雷射光源 以及3200流明的亮度 另外還有HDR10的認證 HDR10和HDR10的支援機 最大可以打到100至130吋 而且打到100吋 至少要113mm的距離 都是非常之近的 而AI方面 就有AI4K的解像度聲頻 以及主動降噪AVA Pro的功能 而聲音方面 就有40W的2.2.2 WMOS音效支援 3個HDMI 有WiFi和EARLC支援 售價方面 599,980元 好了 今次跟大家分享 2024的音響展 就來到這裡了 我自己行了半週 我看回人流 我都覺得和去年是差不多的 以及在門口買票位置 其實現在已經到了下午的時段 都還是很多人慢慢地排隊買票進場 而排隊買票的同時 其實也有網購門票的 都有另一條隊可以拿票 所以如果大家未有網購 來到才買票的朋友 就需要多一點時間 我自己來說 看今年的展 其實比起去年 其實新產品都會多 但都是圍繞著音響 耳機 AV上面的東西 就相對少些 沒有電視機 但都有一些短頭 還有一些聲音 所以今天我都搜羅了 一些和大家分享 大家當然來到現場的時候 應該還有很多 看完之後都可以和我們分享 而我們來說 就在這條影片下面 當然可以留言 和大家再分享 你今次影音展的看法 另外在我們的討論區那邊 亦都有一個長命帖 會將我們今天做過的報道 都和大家圖文分享 當然大家如果是 本身是POL76的烏緣 亦都可以LOCK IN 留個言以示支持 今年2024 我第一天 還有兩天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來這個 灣仔會展 一連三天的 2024高級試聽展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小鈴 我們好夜便會通知給你們看 拜拜